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进业界商用无人机公司向碳科技的研发应用工程师为协同教学师资 协助学生进行无人机的硬体组装 学生在原本熟悉技术飞行控制后 能再进一步理解无人机的整体软硬架构 参与的学师说 未来我认为我们的无人机有更多的可能性 像是可以运送在农地上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像是农喷机之类的也可以运用 我们无人机已经不再极限于像是空拍或者是裙飞之类的 像我们这些还有留有很多的Pro的装置 我们插进去之后像是GPS 还有那个感测器跟录像 录像也可以插这个Pro 引进业界的师资 让学生能提前认识业界的发展以及所需的基本技能 让学生们能更了解 除了在应用层面上的发展外 也要从软体与润体部分进行理解 才能与未来需要的技术或基础理论做准备 像炭科技高张渊经理提到 从业界的经验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学生的就是说 因为无人机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那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就是多吸收一些无人机业界相关的知识 那如果说是我们这边的业界对于这种就是在学习的这个学生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希望人才的培育可以越早越好 所以在这个金融商工这边 我们也希望同学可以多增加这个无人机操作的基本的技巧 因为这对于应用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项目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外语能力的加强 因为很多的文件都是从国外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写程式的能力 因为无人机在做应用的话需要做很多高度的整合 那写程式就会变成一个常常要遇到的一个项目 所以在编程的能力也希望可以从基础好好的养成 基隆商工洪光贤校长表示 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 我想至今已经成立了第五年 我们培育了学生各项的一个航空电子相关技能 那我们也开发了多项的一个特色课程 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无人载具的这一块 成果是非常丰硕 那近几年呢我们除了让学生学习整个无人机的一个应用 以及开发之外 我们也让学生能够自主这样的一个机器 能够进而应用 甚至呢我们引进了业师进来 让学生能够实际上了解到 其实无人载具在各行各业的一个使用上是非常的广泛 结合里面相同的业界资源 让业界企业能有机会提供专业资源 尽一份社会责任 在学校与业界的协同教学下 学生也能同步学到业界所需的基础 始终努力着设计不同的特色课程 只是国立学校中唯一设立航电科的基隆商工 基障航电子站 高明记者蔡专和高维成林一峰 基隆七赌区采访报导